消费潮还有振兴倦效应 餐饮集团获利大丰收 向7月推出了 自有生鲜电商平台的干杯 7月营收2.51亿元 月增超过7个百分点 台湾韩式餐饮集团豆腐的 7月营收也来到1.82亿元 年增44% 创下历史性高 饭店集团新品牌泰式餐厅 请来泰国主厨坐镇 满桌道地泰味美食 不错过国旅爆发商机 其实现在没有办法出国 所以就会想说 是一点异国的料理 然后我就听说 这边好像是太极的主厨来做的 另一间泰菜龙头 集团旗下各品牌不断拓点 因应下半年持续推出新菜色 甩开疫情 7月平日来客树成长两成 合并营收月增11.7% 成长率由负转正 一扫上半年营运低潮 乐观看待下半年 我想之前的一个 大家都是一样供题时间 但是我觉得现在暑假 消费者刚好行动力也都比较强 比较尖峰时间 我们啦 因为我们有小孩 所以就还好 可是还是都该 如果人多 我们还是会 就不太会出来 烧肉连锁龙头 营运模式也出招 7月中跨境B2C零售市场 运用自家肉品进口商资源 推出生鲜电商平台 7月合并营收回升到2.51亿元 占上今年次高 我们本来就有在做外饭的这个事业 那我们本来是做B2B 那这次在做B2C的话 我们预计可以带动外饭事业 大概10%的成长 随着暑假的这个结束 可能在国人 国内消费的部分 会从这个旅游转 为到餐厅消费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那所以在这个餐厅的营收部分 我们还是可以比较预期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 营收还是有机会持续的创高 看好报复性消费力道 各餐饮集团持续拓展新据点 部分品牌7月业绩明显成长 累计1到7月营收年增超过两成 积极征采展店计划 餐饮业景气力甩低谷 确定已从第二季树敌反弹 3D新闻中复道 3D新闻中复道 3D新闻中复道